Hello,大家好,今天我跟Ninzi会给大家讲一讲新手常见的谷歌广告投放错误 好的,新手在做谷歌广告投放的时候呢,最常见的问题当属关键词匹配形式出错 也就是使用了像Broadmatch,广泛匹配这样子的匹配形式 在我们接手的大部分的客人的账户拿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多多少少都会发现一些这样的问题 广泛匹配的关键词会引来不相关或者是相关度低的流量 在广告预算有限的情况下,我们是不建议商家去使用的 第二个常见问题呢,是竞价策略上的错误 导致了你的这个广告能见度很低,排名不够高或者是性价比比较低这样子的问题 那第三个常见问题呢,就是广告系列和广告组的结构上有些混乱 在做广告的初期可能它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是很明确 但是呢,在这个长期的广告的优化上呢,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这样子的一个可生长的广告架构是非常重要的 谢谢林子佑回答,我们下期见,拜拜 拜拜